醒目一想啊 咱们就书归正传 随着这乾隆年全江稳定 逐渐的要到来啊 咱们这部书也快完了 哎我这心里啊 慌得一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下边二打金川呢 这梁子还没写出来呢 所以过两天呢 我要是逮着了大小合拙 谢两天呢 您也别着急 那我正在是急忙的赶稿当中 得嘞 咱们闲言勾开 是立刻开书 咱们继续说这个 清军是如何追击这大小合拙的 伊歇尔库尔闹尔之战结束以后啊 咱们就可以说这清军 在军事上平定南疆的战役 已经取得绝对胜利了 因为这大小合拙兄弟啊 虽然人跑到了巴德克山韩国 可是啊 身边的兵啊 也只不过就剩下了几百人 打死打伤不算 伊歇尔库尔闹尔一战 光俘虏啊 就俘虏了一万二千多人 这些人呢 自然被押回到了南疆内地 先到这喀什嘎尔 然后啊 就回到了各自的家乡 哎 这乾隆皇帝也没再对这些人呢 有所追究 咱们先放弃他们不说 继续说前线的富德明瑞阿里滚等一杆将领 大帅富德 其实在战役结束以后 就已经把追击之兵派出去了 现在自己呢 同阿里滚一起又带领着六百骑兵 进入了巴德克山区 作为这个前线的主帅啊 富德的行军速度并不快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富德呀 一面要进兵追击大小合拙 另外一面呢 还得要发函小域当地各部落 协助这清军捉拿大小合拙 好去 如果这大小合拙一咬牙一狠心 化妆成牧民躲在哪个部落当中啊 阴山背后 您还就真找不着了 再有一点呢 也很重要 这大小合拙 十成有九成九的可能 不会躲在这些小部落里 他们呢 一定是去了这巴德克山韩国的首都 那么这首都在哪呢 说起这个首都啊 那现在就是阿富汗巴德赫省的首府 叫做法扎巴德 那会儿叫什么呢 那会儿啊 叫牌租阿伯特 那既然有王国呀 那自然就有韩王 那那儿的韩王叫什么呢 首先说呀 人家那儿不叫韩王 哎 叫苏丹 这清朝的通义呀 看来这水平也就一般 清朝的通义管人家叫 苏勒沙坦韩王 实际上啊 咱们现在想想这苏勒沙坦呢 大概其就是苏丹的意思 在咱们这书馆里呢 也别苏丹 也别韩王了 您只要记住啊 这巴德克山韩国的大头目 叫做苏勒沙坦 也就完了 不过这个名啊 听起来怎么听 怎么听了像酱鸭药 说起来呢 这块地方也就是现在的阿富汗的巴德赫省啊 到今儿都挺特殊 他跟这个阿富汗的主体民族啊 还有区别 这阿富汗人呢 普遍都是普什图族 逊尼派穆斯林 您看现在当政的这个塔利班没有 那要说横 全世界呀 还有几个能横过塔利班去 可是这巴德赫上省啊 就不鸟他 那儿就是当年呢 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的基地 那边的人呢 多数啊 是塔吉克族 信的呢 也并不是逊尼派穆斯林 是什叶派穆斯林 您看呢 这两派叫门啊 您肯定听说过 是压根尿不到一个湖里去 这富德呢 要出兵巴德克韩国 并且呀 直取人家的首都 虽然这件事 跟巴德克韩国呀 压根就没什么关系 但是总得跟人家这头子 打个招呼不是 于是这富德修书一封 让一名侍卫 名字叫做萨姆坦 带领了一支使节团呢 就送到了巴德克山 韩国都城 排祖阿伯特 这位速勒沙坦韩王手中 既然这消息送出去了呢 说实话 这会儿大军可就不能快走了 因为你这骑兵再着急 再想着一夜之间 就抓住大小合拙呀 你也不能超过这支使团去 不跟人家主人说一声 就在人家的国家开战呢 这多少的显得有点失了外交礼 所以说这富德在没有正经的消息传回来之前呢 还得慢慢溜达着 就在这七月二十日的黄昏时分 从这个前锋部队就传回来了消息 这前锋部队呀 领队的将军叫尹柱 看样子前方遇到的情况啊 还是十分紧急 因为这尹柱可是亲自回来 向富德大帅禀报的 这尹柱跟富德说呀 我们在前边就发现了一支敌军 哎 点了点数啊 大概有六百多人 正当我们呀 准备杀奖上去攻击的时候 哎 这六百多人呢 拐头跑了 可是逃窜的方向啊 并不是巴德克山的方向 并且呢 这支敌军呢 是只逃跑不还击 现在呢 就被咱们的先锋营啊 围在了前边的一个山头上 这些人呢 占据了这个山岭 我们向他们喊话呀 他们也不答话 是既不出击也不投降 这富德一听也挺纳闷啊 他心里也清楚的很 哎 这尹柱带领了这支前锋营啊 也就有三百多人 这六百多敌军 竟然让三百多人围在了孤山上 那这里边有问题 于是这富德也领着人马往前赶 就在傍晚时分 这会儿的天呐 没算全黑 并且您想去吧 这是哪儿啊 帕米尔高原上 本来天黑的就晚 这会儿呢 虽然已经是身有交骨 可是刚刚日照金山 这富德抬头一看呢 这山上的情况 看的还是很清楚 这富德就觉得呀 不太对劲 这山上这些人呢 虽然没有进一步的军事情动 但是据富德观察 这些人可不像是南疆回重 为什么呢 因为穿着打扮他不一样 他跟这个戴着毡帽 或者缠头的缠回不一样 哎 他们都光头 头上啊 有一缕细便 都跨着腰刀 有的背着弓箭 有的拎着鸟枪 哦 这富德明白了 这些人虽然是大小合着的残部 但是啊 可不是回重 是什么人呢 是准嘎尔人 也就是跑来投降 大小合着的北江准嘎尔蒙古人 这也能解释啊 他们逃到山上啊 为什么没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因为这富德呀 带兵追击大小合着 这一路而来 就向这些合着兵宣传 只擒贼手大小合着 不殃及这些回重 所以呢 才有的前两天呢 一息而哭而闹而之战 这些回重呢 纷纷投降 这大清国一次就收编了老百姓 一万两千余人 那么说这些准嘎尔蒙古 他们为什么不投降呢 哎 您以为他们不想投降吗 他们害怕 他们就是为了躲避 在北江的时候 召会的搜山捡海 为了躲避清军的追杀 才逃到了南疆 投奔了大小合着 您以为 他们那么看得起 小合着货机站吗 实际上不是 您可别忘了 这大小合着 那可曾经是准干尔 韩国的奴隶 是人质 当年呢 脾气稀微温和一点的 大合着波罗尼都 让他们流放到草垫子上去放羊 风餐露宿不说呀 还得爬兵落雪 小合着货机站 那会儿就不是一个老实的家伙 所以就被准干尔人关在了水牢 长年不见天日 按这么个折磨法啊 要不是清军收复了北江准干尔啊 把这两个人质解救出来 那这哥俩能不能活到乾隆二十四年 那可还两说着 按常理说呀 准干尔人是看不起大小合着的 从北江颠颠颠的跑到南江来头啊 无非是想给自己找口饭吃 给自己找条活路 要是留在北江让赵慧逮着我 那折子了 这妇女儿童一律抢走 分给这喀尔喀蒙古这些王公 为奴为弊 男的呀 哎 无论大小是通通咔嚓一刀 所以这会儿他们犹豫了 这投降不是啊 不投降也不是 你说投降吧 万一清军给的这个投降政策 和这帮回重不一样 我们一投降啊 转过脸来 清军不认账了 按照北江处理这准干尔蒙古的方式 不是杀就是发 你说你不投降吗 首先说你别看呢 现在围困咱们这六百人呢 只有三百多清军 可是他们心里明镜似的 他们前两天眼睁得见吗 这清军的大部队呀 就在后边跟着呢 谁敢放第一枪 那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一个不留 会被清军全员歼灭的 那么说在帕米尔高原上游牧怎么样呢 不怎么样 那会儿啊 这块地方属于南疆 当年呢 准干尔韩国统治南疆的时候 同样对这个地区强征爆脸 准干尔蒙古人呢 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好人员 一旦要是发现这六百人呢 在这儿落了单 那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不是为奴啊 就是被咔嚓咯 这富德呀 他好赖他有大将之才 那很快就猜出了这群恶鲁特兵的心思 于是啊 派人向山上喊话 只要你们能够转头清军 帮助这清军呢 擒火火地带 那么所有罪过都将将功折罪 既往不咎 于是这六百恶鲁特才放下武器 又归顺了清军 史书当中 对这六百恶鲁特呀 没有交代结果 不过我想呢 这清军也不太可能 下作道啊 把人骗的放下了武器 然后呢 再载献持的 收编了这只蒙古骑兵 这清军继续出发巴德克山 其实啊 这伊西尔库尔闹尔 距离巴德克山韩国呀 已然就没多远了 这富德走的再慢呢 他架不住路程短 没有几天的功夫 实际上这富德的军队呀 已然就进入了 巴德克山韩国的境内 正往前行军呢 迎面就来了一支队伍 开始了 富德还以为 是初使这巴德克韩国首都的使团回来了呢 仔细一看呢 不是 是一群回众 这为首的那是一名伯克 巴德克山的伯克 名字呀 叫做沙满苏尔 这个伯克呀 他也是官员的意思 可是呢 他跟咱们讲这个南疆的那些城里边的大小伯克 有点区别 因为这巴德克山韩国呀 没有那么多城池 所以这沙满苏尔伯克 他是一个部落的头人 说白了呢 往大了说呀 他是个乡长 往小了说呀 也就是个村长 他和这个富德声称啊 他可是来归顺的 他说这个大小河卓呀 前两天刚带着三四百人 从他的地盘啊 跑过去了 他带着他的大部队 大概起有四五十人吧 就进行了追击 这大小河卓呢 带着四百多人呢 也不恋战 是且战且走 一边跑啊 还向这个追击的沙满苏尔伯克喊话 他说呀 你们不要追了 我们呢 是这个南疆七成之地的回不知寒 我们呢 并不是来侵犯你们巴德克山韩国的 那富德紧接着问 他们是说自己要在这里政治避难吗 沙满苏尔说呀 他们也不是这么说的 他们说呀 自己是从这借道而过 富德问他们说去哪了吗 说了呀 他们说呀 要去卖家朝圣 所以呢 才越过了边境 从我们这走啊 就为渠道不会停留 并且呢 他还和富德说 再往前走 这大小河卓呀 同样受到了其他博客的拦截 可是说富德呢 听完他的这个汇报之后啊 哎 有点心慌了 如果这大小河卓 真的跑出巴特克山 即便呢 不去卖家朝圣 我们也是找不到人了 谁又有秦王嬴政的本事啊 隔着好几个国去打仗 看样子呀 不能等前方的消息了 得加紧行军的步伐 早一天抓住大小河卓 也了了这大清朝廷 了了乾隆皇子的一桩心愿 正所谓呢 是拾君之路 担君之忧 还有一句话呢 叫主忧陈儒 眼看着皇上这么着急上火的 想逮出大小河卓 我们竟然呢 眼睁睁的让他们呀 在眼皮底下跑咯 那可就有愧着臣子之道了 这富德再往前追击呀 又有一个博客来投了 这个博客呀 是西克南的博客 这个博客呀 他虚为大那么一点 这西克南呢 可就是一座小城了 他跟富德说 我们的韩王素勒沙坦 接着您的信了 接到您的信之后 领兵可就出征了 去截杀大小河卓 就在一个叫做 阿尔魂处哈岭的地方 还就真碰到了小河卓的部队 这双方还就真打起来了 可是您瞧了吗 我们这个地区也在长点和平 这人民呢 他不好战争 所以说我们呢 打不过这大小河卓 别看呢 他们人少 我们是也没占着什么便宜 虽然呢 我们打不过他们 可是也没让他们跑了 被我们堵截到了一个小河边啊 他们就安营扎寨了 这儿啊 可是个路口 是个三叉路口 分别通向啊 这马尔韩 布哈拉 还有浩韩 可是我们这韩王啊 接到您的这个率令之后 不敢怠慢 于是在之后这些日子呀 又交战二次 彼此互有损伤 富德呀 听完这位西日南的伯克答对之后啊 就起了疑心了 他看这位伯克呀 貌似答对非常恭敬 可是呢 说话的时候支支吾吾 一边说一边想 给人的感觉呀 好像是在边瞎话 他说这大小河卓呀 好像是要去卖家 可是呢 却被巴特克山韩国的兵啊 堵在了一个三叉路口上 为大将者兵马未动啊 先要了解这战地的情况 虽然这富德呀 他没来过巴特克山 可是他研究过地形图 不但如此 在行军的路上啊 他每天就是向向导 了解当地的山川地理 还问清了每条小路都通往何处 西日南伯克所说的这个山口下的三叉路口啊 他知道 确实啊 是通往三个不同的方向 他们为什么偏偏放任这小河州货鸡站在此 路口安营扎寨呢 这三条小路通往三个不同的方向 这小河州货鸡站率领了自己的残部 往哪个方向跑了 也够着清军崴顾一气的 这可不像是苏勒沙坦把这小河州堵住了 以等清军的到来 反而倒是像啊 这苏勒沙坦给这小河州货鸡站 一个充分的选择 你呀赶紧跑 爱往哪跑往哪跑 尽早的离开我巴特山呢 哎 我就算省心了 所以这富德下了决心 也不想再和以后来头的这些博客 有更多的交流了 这富德依然想明白了 跟他们废话也没多的用 于是传领自个的先头部队啊 加紧行军 大部队啊 是随后跟上 这才引来下回精彩回目 才要至秦大合着 波罗尼都